那么在各位看到这期影片的时候呢 这一款车应该已经在马来西亚开放预定了 它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Hava H6 我们这一次是借个抢先体验的版本 然后试驾的是它的 HEV 车型 那么这辆车在马来西亚有没有竞争力呢 接下来就会跟大家分析一下它的特点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首先呢大家对这款车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啦 因为这款车除了在中国算是一款热卖车型之外呢 它在泰国还有澳洲呢销售成绩都很不错 那么原厂给它的定位是一台C-Segment的SUV车型 在马来西亚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像是CS5 或者是这个Honda的CRV这样的车型 除此之外呢它也是除了CRV以外 唯一一款搭载这个涡轮增压引擎的C-SegmentSUV 那么讲到这边呢相信各位应该会讲 嗯 Corolla Cross 不是 CSUV 咩 实际上 Corolla Cross 放在它旁边呢是小了一圈的 所以呢我并没有把它跟这个 Corolla Cross 做一个对比啦 那么要讲到这个Hava H6 的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这个引擎 目前我们试驾的是这个HEV 的版本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使用了马来西亚市场很少见的 涡轮加混动的版本 这边是1.5公升的Turbo Engine 然后再加上它的电机 官方表示它的综合最大马率达到了243PS 峰值扭力表现530Nm 这个加速表现呢这真的非常强啦 它的0-100加速只需要7秒多而已 这个引擎动力放在目前马来西亚的C-SegmentSUV市场呢 基本上是无敌的 而且开起来确实也非常的爽 它的加速真的是蛮快的 而且油耗也低 可是问题在于呢 因为它是这个涡轮加混动 所以它在马来西亚售价应该不会便宜 但是呢它在国外其实还有一个1.5公升涡轮纯混动的版本 那么会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呢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那么讲完了引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设计 要提醒各位就是这个Hava H6呢 如果是涡轮增加版本的它的外观设计并不是这样的 只有HEV 是这样 我个人觉得这辆车的这个整个前脸辨识度很高 而且非常的大气 重点是 如果我站在它的旁边 它根本都不像一台C-Segment的SUV 因为它的实际设计感觉比起C-SegmentSUV更大对不对 那么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它的车尾设计的 因为它的车尾也采用了时下流行的连贯式尾灯组设计 另外呢它的车颈也有一个全景天窗 这个也是目前中系的SUV在马来西亚市场惯用的配置啦 那么你觉得这辆车的外观设计跟其他的中国C-SegmentSUV想比有没有优势呢? 开车最重要的就是行车记录仪 在这边推荐你这个70Mai刚刚推出的S500 它的设计就是一个后视镜 可以直接安装在你的后视镜上面 让它融为一体 而且它还支援触控功能 可以直接在这个镜子这里进行一些基本功能的调整 另外呢它配备了Sony的传感器 而且光圈最大达到了1.8 就算是落光的情况下也可以记录清晰的影片 重点是它的广角也达到了138度 路上发生的情况都可以记录的清清楚楚 另外呢这个行车记录迷呢 不管是前面镜头还是后面镜头都支援HDR 重要的是使用这个手机的APP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行车记录仪记录的影片呢 传到你的手机内更方便 那么现在你可以通过Auto2U Don't Mind 购买这个70Mai的产品 只需要输入我们的优惠码 那么你就可以以低于市价的价格买到它 还等什么 行动不如行动吗 在这边我跟大家讲我发现到的一个细节 就是它用的是19寸的轮圈 而且是Continental的UC6轮胎 因为大家都知道UC6其实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轮胎款式的 所以它的隔音的部分是表现没有那么好的 不过呢我发现到一点就是这个Hava H6的隔音表现 尤其是轮胎的噪音控制得非常好 等一下show给大家看 我们打开尾箱之后你可以看到 以一台C-Segment的SUV来讲 这个尾箱的空间表现我觉得是中规中矩而已啦 可能因为它有电池足多关系 吃掉了不少的位置 不过如果是像你放两个这个大号的行李箱 问题应该不大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这个行李箱的开口是有一点点高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把一个重物搬进去的话 会有一点点困难 这一方面的话CRB做的还是稍微好一点啦 快速带大家看完引擎跟外观设计之后呢 其实重点在它的内装设计 中国车的内装设计一将来都是以高质感著称 虽然讲H6是一款比较老的车型的 可是它内装质感其实还是不错的 而且使用的便利度也够高 你可以看到这个中控台的中间是有非常多的置物空间的 这边有这边有然后这边还有 而且这边还有个空间可以给你放back 然后重点是这边前面还有一个无线的手机充电机座 所以使用的便利度来讲是OK的 不过我个人就不是那么喜欢这个Aircon的控制是没有实体按键的 基本上这边只有一排的控制键 Aircon你只可以开关而已 你要调整风量你要调整温度 是要通过这个触屏主机来使用的 不过幸好呢这个触屏主机它使用起来还蛮流畅的 然后清晰度也不错 加上这个数位化仪表反光也不严重 所以在日常使用是问题不大的 当然它也支援这个Apple CarPlay 不过它的Apple CarPlay是有限的 然后你的Cable还必须从这个Passenger Side来连接你的USB 而不是Driver Side 这个Design有一点奇怪啦 不过无论如何呢 这辆车整体来讲它的内装我还是蛮喜欢的 尤其是在质感的部分 这个内装质感 我觉得它已经有着一个超越Proton S70的水准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Proton S70 它的内装质感在目前的C Segment SUV当中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Hawa H6也不错 甚至我觉得它可能只是稍逊于这个Mazda的CS5而已啦 那么在这个安全配备的部分呢 这辆车同样的也配备了完整的LV2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包括SEC 包括车道偏离警示系统等等 你都可以在这台车上面看到 另外这台车也标配了6气囊 而且呢前面的抬头显示器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车辆的安全配备信息 这一点部分还是不错的 而且重点是你看哦 我整个人坐在前面 这个驾驶姿势是非常的舒适的 所以如果以家庭为主的话呢 我可以建议各位去看一下这个Hawa H2 表现应该会让你喜欢的 大家相信我 如果一辆车呢 它用白色或者是浅色系的车顶呢 你的压迫感真的是会减少很多 像这个Hawa H2 这样子 它的整个车顶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浅色的设计 所以我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压迫感 然后加上它后面有个三角镜 所以这种压迫感的表现呢真的是大大的降低 做起来还是蛮舒适的 然后呢 这边是它的脚步空间 大家可以看已经超过了两个拳头 大概是两个拳头一个指头左右啦 所以这辆车的空间表现是很不错的 因为呢它的轴距是目前C-Segment SUV里面最大的 达到了2736mm 所以它可以给到你的空间表现 自然是肯定让你满意的 当然它这边也是有一个骨骑的面积 但是不明显 所以呢你要坐在后座是OK的 不过后座确实就会有点高啦 这台车真的是一台很适合家庭用的车啦 而且它的发泡棉也足够的软 坐上去长途驾驶的话呢 应该不会太辛苦 然后还有个全景天窗 晚上去看星星的话 应该会很浪漫一下啦 当然这个Hawashio的内装也有很多 中国品牌的特色就是这个氛围灯的设计 而且这个氛围灯还蛮花俏的 重点是呢它不张扬 我个人其实还是蛮喜欢这样子低调的氛围灯设计啦 你觉得这个氛围的设计怎样 影片的下面留言就知道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中国品牌的特色之一 老板件的设计 不得不说还蛮好用的 现在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Hawashio HEV的试驾感受 我要跟大家率先分享的就是它的底盘设定真的是还蛮出色一下的 底盘对于一辆车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辆车跑起来稳定度好不好或者是它舒不舒服 底盘占了非常大的一块 而这个Hawashio就是我开过底盘最好的中国品牌之一 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个底盘调性呢已经非常接近第五代的Honda CR-V 甚至在舒适度跟这个刚性的表配下呢 我觉得它比目前在售的S-RU还要更好一点 所以这个底盘的设定我还是蛮喜欢的 如果今天是讲你是以家庭车为出发点的话 那么这个底盘的设定你应该会很喜欢啦 然后它的悬吊舒适度也是在的 它并不会有太明显的摇晃 然后在过一种减速带或者是不平的路况的时候呢 它会把这一个碎震吸收到很干净 好像现在我在这个黄色的减速带这样子 OK 有个Bump 我经过 可以看到吗 你们从画面看到它的这个震动其实并不是这样明显的 所以舒适度是它最大的卖点 不过呢 这台车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缺点啊 就是它的Staring 的辅助力道很轻 基本上没有什么路感 当然如果是与市区驾驶来讲的话 这样子轻轻的这个方向盘呢 你会觉得很好开 但是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 这个路感模糊就会让你的转向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这个是有好有坏啦 当然一辆偏加停的车我不能 expect 就是讲它的这一个方向盘可以像运动车款那么的随心啊 或者是那么的犀利 所以我们买车都要明白自己买车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今天你是要一台以运动取向为主的这个XUV的话 那么我会建议你去看CS5或者看CRV 如果你是要以舒适度为主的话 那么这辆车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然后呢也是还有点消消心 只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 这辆车会有一点点你需要适应 是因为它并没有使用传统的排挡杆 它采用的是这个旋钮式的设计 这个逻辑其实你使用上手的话呢 是很OK很好用的 因为如果你要进P挡的话 你是按一下它进P挡 然后你要进D挡的话是向右转 你要去R挡的话是向左转 然后你要N挡是转一点点 所以这个使用逻辑要适应一下子 那我就要讲到它的这个引擎的动力配置 它采用的是1.5公升的 涡轮增压引擎搭配电动机 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 整体我觉得很像Toyota的THS 尤其是它起步的那一刹那 它是用电机来辅助起步 所以你会感觉到车子很安静 但是在电池的电量弱 又或者是讲你需要大动力的时候呢 这个engin就会kick in 给你一个很强的动力表现 我在我的office parking开车的时候 如果我油门神采一点 它就会有那种打轮的感觉 你可以看到它的动力其实很浓 它0-100大概是7秒多一点点而已 可是呢它有一点就是 当它的电机切换到这一个内燃机引擎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转换并没有这样流畅 你可以感觉到一个很明显的切换 就是有那个tom kick in的感觉 这一点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啦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可以把这个切换做到成熟一点 整体的表现会更出色一点 然后这辆车动力表现是真的赞啊 这几天我一直开它 就是一直下来下去 你要各车的时候 这个动力表现给你的动力储备真的是很爽 不过有一点要告诉大家 就是这辆车除了动力强以外 它的油耗表现也是很出色一下的 平均油耗在一个7L per 100km 左右 这样子的动力表现哦 以这台车来讲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挑剔了的 OK 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我自己觉得 这台车比较不便利的地方就是 这台车是一台比较大的SUV 它的车身身码确实很大 跟CRV差不多 可是它的这个回转半径也比较大 因为像是一些日系车 虽然讲它们的车身的这个尺码大 但是它们会兼顾到这个回转半径的设计 越小的回转半径代表着你在市区驾驶的时候 车辆会越灵活 你要U-turn的时候你要转的更少 它可以很轻松的U-turn过 可是这个Hava H6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旋转半径是比较大一点的 导致它在市区驾驶没有这样灵活 我要U-turn或者是我要转parking的时候 我必须退车再转退车再转 这个就是旋转半径太大导致的 可能这个Hava它们是在近几年才开始出海 所以它们可能没有顾到这种细节 不过我觉得在未来它们应该会修正这一点啊 目前为止我是觉得这个是比较明显的点 OK 接下来我们就来试下它的这个隔音表现啦 OK 接下来我们就来试下它的这个隔音表现啦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太多关于规格上的东西 不过经过几天的相处呢 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款车的 它是我目前开过中国品牌的车子里面最好的那款 不黑不垂 它的整体表现确实还蛮出色的 包括它的动力 包括它的隔音 包括它的舒适性 包括它的配备 我都觉得很出色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它还是必须加强的啦 就是可能在steering 的反馈 还有这个悬吊的设定 另外还有一些软件的适配上面还需要加强 这些问题可以解决的话 它绝对是一款很好的车子 不过呢目前制约它的唯一一个问题呢 就是它的价格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品牌在中国的价格会很便宜 但是来到海外市场之后呢 因为关税因为运输费还有等等等等的原因 它的价格肯定会略贵一点的 加上这台车是一个混动的版本 本地的政府并没有给混动车款太多这个incentive 所以它会卖到权 我还不懂 但是我个人建议呢 它的价格不可以太高 这样子它才可以维持它的竞争力 那么对于各位来讲呢 你的心理价位 这辆车是卖到权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Hava H3 的简短介绍 如果大家想看更详细的video的话 那么接下来呢 等新车发布之后 我们也会把它借出来 就是借出马来西亚版本的车型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